疫情期间 包括疫后 毫无疑问 我们作为武汉的一家企业 我们经受了巨大的压力 我们线下的物业和生意也比较多 比如我们的会展中心 做了房仓医院 我们的批发市场 前面停止了运行 我们的购物中心 也就是基本处于停顿状态 当然后来开成之后也开始运行 但是这个影响也是非常直接的 但是我想作为一个企业 它不是一个人的企业 它是这个企业所有员工的企业 它有它的社会属性 有它的企业本身的价值 越是在困难的时候 越要体现一个企业 它应该是所有员工的皈依 是所有员工的寄托 这个时候所以我在2月份 我就向我的员工发了一封公开信 我承诺我们公司不裁员不减薪 那么我们到现在也是这样坚持的 有压力压力而且非常大 但是我想这对于一个 有责任感的企业来说 都是它应该做的 再继续 再继续 我承香港 这不吃废 means 如果您善事 也 줘 不俩 大家